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有意义深远的战争 比如说达罗斯之战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它没有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 但很多军事发烧友都听过 交战双方是大唐和阿拉伯国家 这场战争的结果 甚至影响到了东西方的军事文化格局 有人说正是因为这场战争 造指数才传到西方去 大唐帝国也因为这个衰落 最终解体 但是一场战争 真能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吗 历史果真如此吗 咱慢慢的聊啊 唐玄宗天保这个年号 大家应该不陌生 初中历史课本上学过 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 就是天保危机 天保年间 唐玄宗万万没想到 在自己沉醉于艺术创作 以及跟杨贵妃这爱情的时候 朝廷内部出了奸臣 李林甫杨国中 外部 武将安禄山的势力 开始崛起 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 大唐的繁华 开始唱起了凉凉 唐玄宗啊 让别人都称他为圣人 以圣人来称呼皇帝 最早 是古代百姓对君王的期待 李济记载 上古时期三皇五帝 被称为圣人 因此后世的皇上啊 也都希望自己 在名声上 和上古的圣贤比肩 但是呢 唐玄宗不满足于此 他有着勃勃的野心呢 在上元登节 他射出了一支金箭 射箭之前说了一番话 尤顺终究是人 朕是神 更厉害啊 可不得能的 雄才大略的唐玄宗 想获得空前的文质武功 因此杜甫呢 才在兵车行里边写道 边庭流雪 成海水 吾荒开遍 亦未已 边疆战士 已经血流成河了 皇上开疆 阔土的念头 还没打算停止 这个意思 天保年间 唐玄宗设立了 十个节度使 每个节度使 手握重兵 独揽当地的 军政大权 向周边 发动战士 西部 是龙幼节度使 对吐蕃的战士 西南 是建南节度使 对南兆的战士 北部 是北庭 朔方节度使 对突厥的战士 东北 是泛阳 平鲁节度使 对契丹的战士 由安禄山同流 在西北 大唐帝国 安西四镇 节度使 叫高先知 他也在率军 不断的战争 使大唐 在西域 成为了宗主国 高先知 则相当于 大唐在中亚的 祖宗 他是这个宗都 达罗斯之战 在公元750年 也就是 唐宣宗天保九年 正式的 拉开帷幕 高先知啊 是唐朝的 一员名将 现在来说呢 是个朝鲜族的人 史书上形容他 自荣俊美 善于其社 骁勇国感 年轻的时候 他跟父亲 来到大唐的 首都长安 二十岁的时候 就当了将军 此后 官途青云之上 当了节度使 还被朝廷 封为了 密云郡公 这个时候呢 吐蕃占领了 西域的 小伯利国 就是今天 科什米尔 西北部 这个历史上啊 大唐三次出兵 都吃了败仗 在天保六年 唐玄宗命令 高先知 率军出击 高先知作为名将 就爆发出 强大的战斗气场 一下子 就攻占了 小伯利国 高先知的这个 威名 传遍西域 哪是一时无两 所以说 他这个时候 就要开始呢 找不着北了 在西域啊 还有国家 就十国 在今天这个 乌兹别克斯坦 这一块 因为地处 丝绸之路 农业发达 居民用善于经商 所以是 富甲一方 天保九年 被胜利冲昏 头脑的高先知 因为贪图 这个小国的财富啊 率军讨伐 在城外 高先知承诺 投降不上 在强大的 唐军面前呢 那十国只能是 放弃抵抗 但是高先知 违背承诺 裸走了十国的国王 杀死老人和孩子 搜刮财物 你这个就言而无信了 这个恶行就引起了 中亚一些国家的 极度不满 逃走的十国王子呢 到各国游说求援 西边的黑衣大石 就是我们熟知的 阿拉伯帝国 联合中亚各小国 准备进攻高先知 这样的一连串连锁反应 就导致了这场战争 高先知就接了消息了 哦 他们要打我 来吧 自己想先发之人 率军攻打 资质通鉴记载 高先知率领的 唐军总数是三万人 旧唐书和新唐书则记载 唐军总数是两万人 咱们就按三万算得了 还有包括其他小国在内的翻兵 总共好几万人的大部队越过冲岭 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 去进攻阿拉伯军队 在达罗斯城与数十万阿拉伯主力军 发生了遭遇战 达罗斯城啊 是十国的第二大据点 这也是高先知跟大石 在这相遇的重要原因 由于唐军战斗力极强 阿拉伯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这个双方一直处于一个胶着的态势 但是呢 战局总是出人意料 高先知的这个联军里边 有不少西域小国的军队 其中有一个部族 叫葛罗路 这个部族呢 临场倒戈 这个场景有点像这个 两千多年前牧野之战 赵王也吃这亏了 奴隶大军倒戈了 哎反正就是这么一折腾吧 葛罗路人和阿拉伯军队夹击唐军 唐军因此大败 关于这一战呢 我们还要补充一个小花絮 这是一员猛将和一个镇国的重器 猛将叫李四叶 镇国的重器叫莫刀 李四叶是高先知的副将 旧唐书记载他身高七尺力大超群 善用莫刀 这个人很厉害啊 打仗是所向披靡被称为神通大将 莫刀啊 这个是唐朝的震国重器 就好像现在一说什么导弹啊 极大了增强了国防水平 唐六点记载 莫刀是一种长半的两刃刀 也是李四叶最擅长的一种兵器 看在这儿有些朋友会问说 为什么说这个莫刀是大唐的镇国重器 他不就是个冷兵器吗 怎么能跟导弹相提并论呢 还是这个原因啊 唐朝的强盛有一方面可以说是磨刀提升的 在与周边国家作战中 敌人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 他们赖以制胜的法宝 就是骑兵啊 长枪长矛 弓箭 加上战马高速的机动力 让中原人吃尽了苦头 这个如何破骑兵呢 唐朝人用磨刀 就唐书记载 高先知攻打小伯利国的时候 李四叶和田真为左右的磨刀将 二人五巨刀一挥杀数人 那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威力无穷 尤其是磨刀队 在进攻骑兵的时候 成牌的士兵 举着长长的磨刀 整齐向前 如城墙一般的推进 一刀下去 连人带马 砍了两段 这个场景 很震撼 李四叶呢 正是凭借磨刀的优势 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在达罗斯之战中 李四叶率领手下的磨刀大队 和高先制一起 开一把聪领 与阿拉伯大军展开了交锋 战斗初期 强胜了唐军 始终压制对方 尤其是李四叶的磨刀大队 正好可以有效的克制 阿拉伯骑兵 以为战争初期的胜利 那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但随了后来 葛罗路的反叛 唐军还是败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高先制准备召集被打散的军队 再跟阿拉伯人打干一场 李四叶赶紧对高先制说 说您率兵深入敌境 厚无援兵 阿拉伯人乘胜进攻 他们这个军队也很勇猛 我跟您咱们都前去送死 谁来报效国家呢 不如退兵啊 高先制想来想去 觉得有道理 就听了他的建议 又用了退兵的计策 顺利的返回中原 旧唐书 新唐书 都记载了 说这个唐军 仅返回数千人 阿拉伯的历史大权记载呢 说唐军大约五万人被杀 大约有两万人被俘虏 剩下的三万人逃回了中国 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唐帝国呀 被称为天可汗的天朝上朝啊 竟然败了 不过老话说回来了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唐军迅速的就恢复了 新唐书记载天保十二年 唐朝大将封长青率军 进攻大伯利国 就是今天的克什米尔 此战大败敌方 重新稳定了西域 抑制了 达罗斯战役失利之后 阿勒伯势力 对西域的渗透 但是历史上 唐朝最后还是退出了中亚 根本原因呢 不是达罗斯之败 而是因为安史之乱 此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时阿拉伯帝国 要跟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作战 以取得地中海的控制权 如果得罪了大唐 那肯定是父辈受敌 无疑是自掘坟墓 就在这个 这种环境下 阿拉伯帝国主动 跟大唐讲和 这个策府原规呢 是一部政治的史书 记载 达罗斯战后的六年 每年都有阿拉伯使臣来朝 仅天保十二年 就来了四次 就这样呢 两国的关系逐渐的升温 最后就形成了 友好牧林的合作伙伴 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啊 阿拉伯人俘虏了 大量的唐朝士兵 其中就包括很多 懂得造纸术的工匠 这些工匠呢 把造纸术传播到了阿拉伯帝国 导致中国的造纸术 好多个科学技术 传入了阿拉伯 又传入欧洲 对后来的世界格局呢 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说法 它的来历呢 是来自一个故事 说这个唐军打败了 一大帮战俘 这里面有一个随军的书记官 名字叫杜环 杜环就被带到了阿拉伯 留在那儿13年 这13年里边呢 他游遍了这个阿拉伯的全境 还有周边的一些个邻国 写了一本游记 记述自己的传奇经历 这个书叫《经兴记》 他很遗憾 这个书后来失传了 要不然咱们看看这多好 唐代的政治家 史学家杜佑 写了一本通典 他摘了这个《经兴记》里边的一些内容 虽然仅存了1510个字 但也记载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西传的历史 网上有种说法 通典中就提到了造纸匠 因此就断定造纸书 是这个战俘们传过去的 但经过史学研究者的这个仔细查证 书里边压根就没有造纸匠的字眼 因此造纸书传过去呢 也说不通 近年来呢 还有很多学者提出来 早在达罗斯之战爆发之前 造纸书就已经传播到了中亚跟西亚这些地方了 匈牙利的一名学者通过考古推断 在蔡伦发明造纸数一个世纪之后 中亚人就开始使用纸张进行通信 并且在公元三世纪左右传入了伊勒克 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指出 早在650年 也就是达罗斯大战前的100年 造纸书就已经传入中亚了 到了707年呢 纸张已经在阿罗巴半岛卖家 被阿拉伯人使用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说一说战争之后 据新唐书资质通鉴等记载 不久安史之乱爆发 高先知被调回中原 平定叛乱 因为这个作战失利 没有办法 只能是退守同关 有一个监军的大太监 这人姓边 叫边令成 他给这个高先知啊 建议过几件事情 但是高先知呢 也没听进去 没往心里去 这个让边令成很不爽 所以说 千万别得罪那些给你提意见的人 尤其是皇上身边的人 边令成呢 就跟唐玄宗反映了 高先知战败的事 那门飞色武 天忧加速 说这个高先知放弃了几百里地 还偷偷的 苛扣侍君的粮食和赏赐 唐玄宗一听就急了 一面之词 但是很爱听 大怒 派人去军中 就斩了高先知 正是由于唐玄宗的偏听偏信 导致大将阵前备战 同棍失守 长安沦陷 才有马维泊次子杨贵妃 唐玄宗见戈闻令 阿拉伯那边呢 根据阿拉伯史历史大权记载 战后没多久 他们国内呢 就爆发了内乱 当初率军击败高先知 那个将领啊 他的名字叫 埃布穆斯林 被哈里发 也就是阿拉伯的皇帝 视为威胁统治的不安定因素 直接把他杀了 阿拉伯铲除这个大将 引发了严重的内乱 导致阿拉伯帝国元气大伤 虽然说达罗斯之战 在政治上的意义 并没有上升的 是非重要的高度 但是在文化交流中 取得非常好的作用 你看唐僧西天取经 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 就记载了西域各国 印度不同的风俗风暴 还有一本书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经刑记》 也记载了西亚南亚 好多建文 虽然实传了 但是里面有1500多字 被另一本书通典摘录了 给咱们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 提供了比较珍贵的资料 你比如说杜环 就到了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 他发现这儿有一个叫 菲尔干纳的盆地 非常富饶 适合种葡萄香枣 能造美酒 中亚呢 有个木路城 农业发达 产葡萄 产李子 产芹菜 人们拿香油涂头发 做好看的发型 穿着华贵的皮带衣 等等等等 他当时记录下来的 很多风俗习惯经过文明的传递 有些个一直沿用到今天 你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 婚丧驾许 也依然沿用了上千年前的风俗 所以古往今来 战争只是表面 文明交往才是灵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